又傳出有官員供契私用的事 這次是外交部長楊敬天被爆料 說為了慶祝母校政大外交系的校慶 他不僅動用了人力 安排系友和師生參觀臺北賓館 而且還設驗款待 所以立委就批評是公私不分 應該要下臺 但是楊敬天認為 這是對母校培育外交人才表示感謝 而對於外界的批評 他感到遺憾 雷雨協案才剛落幕 沒想到類似的情況卻發生在外交部長楊敬天身上 外傳他為了慶祝他的母校政大外交系系慶 去年招待校友參觀臺北賓館等地還設驗款待 楊敬天被爆料 在去年10月15號星期四的上班時間 安排政大外交系的系友和師生參觀臺北賓館 總農府和外交部 並在外交部舉行晚宴款待 動員總務司等四個單位的人力 全程協助 有沒有公私不分 楊敬天親自說明 我想這個比喻不是很恰當 不過媒體上面有這個誤會 我也感到很遺憾 那麼他們既然慶祝這個孝慶 這個細慶 表示一種尊師忠道 同時也表示這種不忘本的這種觀念 所以我們這個跟部裡面的相關的同仁 以一個簡單的餐序 跟他們這個聚餐 一方面表示平常對我們外交部的工作 替我們國家的外交人才的培育 做了很多貢獻表示感謝 外傳政大外交系的參訪活動 是由他主動提出申請 楊敬天沒有給答案 那那一天這個外交系的系友們 很多都是大使 很多都是教授 很多都是這個很重要的學者 他們這個到賓館去參觀的時候 也是這個提出這個同樣的申請 社團組織 如果他們需要的話可以提出申請 楊敬天只說想說的話 為自己澄清在野黨聽不下去 去宴請他的這些系友 是圖立自己是公私不分 這個不是雷一齊的翻版 這個是什麼呢 社會觀感是非常的差 我希望偵察院應該要迅速的借助調查 你自己應該思考 是不是已經不適任 也要向空軍部長雷一齊要下台負責 楊敬天有沒有公器私用 觀感如何交給社會去判斷 明星新聞綜合報導